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31号 礼拜二 今天想大家介绍一下Candy2的安装过程 以前想大家介绍过Candy1这个web服务软件 有自动TLS证书申请功能 Candy2不是Candy1的简单升级 Candy2是全新的用勾语言书写的一个软件 所以它的安装应用与Candy1有非常巨大的不同 接下来开始吧 这个是Candy2的官方网站 这个首页打开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链接是到第一版本的 第一版本的 现在看一下它的文档说明 这里看一下有一段说明 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版本1跟版本2的一个区别 这里有一段就是Candy2也是 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用整个都是新代码变写的 是吧 Candy2与Candy1是不兼容的 不兼容的 这里这句写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些很多地方是就是说类似的吧 就是说有Candy1技术也可以用Candy2的 但是它这个就是不兼容的就是这么回事 就直接从Candy1上面升级过来是升不了的 这里打开看一下这个安装方式啊 安装说明 这个是官方推荐的 这个是官方推荐的 有三个吧 三个一个是解决刀秀的 我看了一下这种安装方式就是应用阶层安装的 安装方式最简单的 这里写的就是90秒 它安装出来的话也是目前是最新版的Beta20的20版的 另外一个这里是CentOS这个红帽子的肥兜的这几个的 这几个点进去看一下啊 这其实就这个这个我试过了 我试过来安装之后出来是Beta13的还是老版本 所以这个 而且它官方适合是CentOS7的 OS8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 新手的话不建议 你老手的话可以玩一下这个 然后自己升级安装一下 这个一样的关掉 下面第三个是用Dock的 Dock的版 目前也可以安装到 有Beta2420 但它有一个 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安装其他的两个 一个是Dock应用还有一个GoTask 这个 这两个要BTS要安装好的 你操作系统 然后才能通过这条指令安装 安装出来也是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 这里 最新版的 所以我认为新手啊 你就是用Dock应用 这种方式安装 你再 内耗呢 你就手工安装 这里有手工安装方式的 手工安装 所以像之前我介绍过 先要VPS上面有个Go的环境 系统 然后Go 这两个都要建好的 然后通过这三条指令安装 另外还有一个服务 另一个是服务 新建一个 也有这些指令 所以个个打下去非常麻烦 你不是内行专业的话 这个一下子用这个可能会有点麻烦 所以建议还是简单的就是 入门熟悉 就是用这个DGT Ocean上面按照就可以了 点进去 我大概让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个 新建的 就是点击右上角 这个是DGT Ocean的 这里选择MarketPlace 这里选择MarketPlace 收一下呢 CADD1 在这里 这里 你看这里是Beta 20版的 最新是Ubuntu 18.04版标准 这里点进去 再新建一个了 我试一下 这里 新建了 新建的一个书名啊 看一下 我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让他新建 我先点进去让他看一下 这个说明 这个说明 这是宏大的一个说明啊 这个配置文件呢 一个D字 这里相关的一个说明 这个配置文件呢 安装网还有自动启动的 可以了 可以到206这个我 登录进去看一下 这里复宝 直接登录 直接登录 这里选择这个DU的 这个已经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 我看一下他这个用心状态 Candy的这个版本 看一下 是吧 R.V2 Beta24已经安装了 看一下 状态 它自动已经用心了 其他配置就是各有各的玩法吧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